我不太明白為什麼一個 和解或是道歉的狀況 到這個時候忽然之間斷掉 只因為我要求要看到監視器畫面 我個人覺得很困惑 他的律師不說 他的男友不說 我甚至特別詢問了 我說我沒有印象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他們就不講 他們只是堅持說 你自己知道 那個律師為什麼說 將一切真相細節寫下來 那個律師不知道真相細節是什麼 那你那一天聚餐回到家之後 A女或陳醫師有在傳訊息 跟你講什麼事情嗎 至少在A女對我做出指控之間 中間大家都有保持聯絡 而且沒有任何異狀 那我跟陳醫師也有在持續 沒有什麼異狀的傳訊 因為特別的是 你看這個畫面 他說我們要準備9月3號的酒 我要先送給你 中間沒有任何的怪異點 那8月15號 我收到陳金輝送來的一瓶紅酒 他袋子上面貼了一張紙 說必須要有我親戚 所以我親戚打開來了 看到一張卡片 卡片寫說有監視器 然後裡面還有一張紙條 紙條上面寫說為什麼抱他搶吻他 這個東西我其實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把它先放在一邊 但隨即8月15號晚間 A女馬上傳訊來質問 那實際上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但是我立刻道歉 那他傳給你訊息 他是怎麼講 他是說你當天所做的事情 違背我對你的信任 那我當天是本著一個友善的態度 要介紹相熟的朋友跟你認識 那希望你立刻做後續的處理 他傳給你的訊息沒有提到 強吻跟擁抱嗎 完全沒有 他就只有寫行為嗎 行為 他說你當天所做的行為 那他既然沒有明確的講是什麼行為 你也沒有印象發生什麼事 你為什麼要選擇道歉 我當時還覺得 這是一個朋友之間的抱怨 那如果朋友跟我抱怨 我一定先道歉 然後如果有機會 我會再問說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有沒有什麼可以彌補的地方 但後續完全沒有給我任何的機會 詢問這個問題 也沒有任何要討論 或是彌補什麼東西的機會 通通都沒有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真的有 你是願意道歉的 實際上是這個樣子 那後來約去律師事務所是什麼事情 是誰約你過去 那這是他的律師 他說我是A女的委任律師 然後基本上我們現在要請你到我的辦公室來 他說 A女希望你能將8月6日晚上所做的事情 將一些增強細節 以及保證未來不會再犯的誠意 用切結書寫下來 那同樣他也沒有提到有任何的特定的指涉的目標 那沒有 所以我也只能說 好我為了這個有誠意 我也立即的去復約 對方現場也在我詢問 包含了我淺薄的記憶所記得 在我詢問的時候 他也沒有說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我個人覺得很困惑 他的律師不說 他的男友不說 我甚至特別詢問了 我說我沒有印象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他們就不講 他們只是堅持說 你自己知道 那你寫出來 我也寫了一個版本 什麼酒後師太 我僅此致歉 對方律師是說不要 然後又再逼著我要再寫 另外一個符合他的版本 那個律師為什麼說 將一切真相細節寫下來 那個律師不知道真相細節是什麼 他沒有說 這是預設他其實也不清楚嗎 而且我到了現場也問了 他也沒有講 事後回想起來我沒辦法理解 就是不告知任何的真相 不告知任何的狀況 就是叫我自己要寫出一篇 他們會滿意的東西來 你剛說第一個版本對方不接受 對 第二個版本你怎麼寫的 第二個版本我就是像 這個畫面上下一張 所看到的這一張 這個我想A女也貼在她臉書了 就是因為我一路想 到底他們要我寫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特別這個寫說 因為飲酒行為失控 我已經同意這個主動摟爆及親吻當事人 然後我後面還寫了一些保證 這個東西我現場打字傳給律師之後 他們才放我走 等到第二天之後 律師才同意這個東西 才叫我親自手寫給他 你說你不記得當天 也不是不記得 就是沒有印象有什麼不當的行為 那你為什麼給人家第二版要自己寫說你違反人家意願 主動摟爆跟親吻 你這個寫的蠻具體 因為正常大家都會直接說不對 但是各位有沒有記得 我8月15號下午 收到了一個 我當時不知道是為什麼的 紅酒跟一袋裡面有卡片 說有監視器 還有為什麼 親吻跟這個 摟爆人家 那我在那個狀況之下 被兩個人逼著問說你一定記得 你一定記得 那那一張卡片跟紙條留下來的印象 讓我寫出來的這一篇文章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因為曾經有這個紙條 所以你推論可能是這樣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是 那你當下有明確的跟對方律師講說 希望他們能夠出示那個監視器 讓你看嗎 看監視器是怎麼樣 你就怎麼寫嗎 其實有 我有傳訊給律師 是否能有 律師代表客戶與我一起過目錄影內容 我可以將所看見的內容 徹底補齊到大家滿意為止 我也願意公開道歉貼文 不管是要去掉當事人姓名 或保留都可以 這個是你傳達給律師的是不是 是的 我傳給律師 對 沒錯 那對方律師有回你嗎 這件事情我個人也覺得很困惑 然後因為我傳完簡訊之後 我生怕他沒有收到 我馬上就打電話去給他 我打了六通 對方律師都不接 然後甚至第二天我還有打 但是就完全斷臉了 就是我失去了 所有跟對方聯絡的方式 那對方就完全不願意跟我聯絡 然後我還特別後來請我的朋友 去問說 這位律師說 那這個事情後續我們要怎麼樣處理呢 因為我還是有誠意要後續處理 但對方說已經解除委任了 解除委任喔 我不太明白為什麼一個 和解或是道歉的狀況 到這個時候忽然之間斷掉 是因為我要求要看到監視器畫面 張綠如果你看到這樣子的 我願意公開道歉 我也願意看錄影內容 徹底補齊到大家滿意為止 你會接下來怎麼做 我就會回去跟我當事人說 那我們就約一下 看一下監視器 不然你就直接告訴人家 他做了什麼 你才能快速拿到你想要的東西 對 也讓他知道他哪裡做錯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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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